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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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好神》 魂宣不對勁 愛情緒會害你生病 我兒子好不容易睡著了 然後我想說我可以補個眠 所以就去親我兒子一下 結果兒子就醒 我覺得當媽就是 永遠睡不飽 情緒很會好 情緒不好 全部都是跟老公有關 只要看到以下幾個病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會問說 最近是不是心情很不好 第一個就是慢性血麻症 是 再來就是圓突 俗稱鬼剃頭 這些病其實都會跟你的 免疫力有非常大的關係 為了家操勞又煩心 當心快情緒 傷害媽媽健康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心情問責的各種原因 到底太恐懼 對媽媽會有什麼傷害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你有沒有發現 當然這件事情可能 講起來有點沉重 你有沒有發現身邊 常常有人得癌症 之前的前幾年 都是家裡有出事 或是情緒不好 或壓力大 然後就得癌症 那我一直在想 這件事情到底有關聯 但理論上是有關聯的 因為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免疫力就會下降 那癌細胞蹦出一顆的時候 如果你免疫力好 他就把它吃了嘛 因為你免疫力不好 所以蹦出一顆 你來不及吃它 然後兩顆三顆 就變得很多的時候 你就吃不完了 所以其實 情緒真的都有 免疫力很大 所以今天就要來聊一聊 壞情緒會造成我們 什麼樣的傷害呢 對 來我們請 情緒專家 劉怡 女人情緒要穩定一點 對 其實情緒不好的確實跟免疫力 其實是有相關性的 所以之前有實驗發現說 他分兩組人嘛 一組是 就是在前六週 他是沒有 家裡是沒有發生事情的 沒有人過世 那也沒有上 那另外一組是 他在前六週是有人 就是他們家裡有人是過世的 他們去比較發現說 家裡在前六週有人發生事情的 我們過世的這一群人 那他的這所謂的淋巴細胞裡面 他分泌的 抗體的量 他就變少了 那抗體量變少 相對的免疫劑的 會低下 對 所以其實它是有點 因果關係的一個感覺 確實如果你家裡有一些問題 或是你情緒上有些不好 而導致你其實是 長期處在這種 壓力大的情緒之下 確實會影響到你免疫的問題 嚴重的話 確實會造成細胞病變 那誘發可能一些癌症的殘酸 所以你看 第一個真的就是 小心壞情緒會怎麼樣 一起來看看 來 彈銷 就像營養師說的 會造成我們的免疫力病變 郝浩然你兩個小孩 其實現在都已經是青春期了 對不對 其實我第一次發現 那個情緒會影響免疫力 是我兒子國二的時候 因為國二青春期 他突然開始變得叛逆 而且放假不跟家人有互動 然後那時候當媽媽呢 就覺得說 我兒子怎麼會突然不理我們了 然後把朋友當作是最重要 我那個時候開始 嘴角會長一些泡疹 我想說也沒有吃火氣大的 也沒有熬夜怎麼會 後來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是因為免疫力下降 然後他想說 原來是孩子的一個叛逆期 讓我的整個情緒變 然後到後來就是 慢慢兒子大了之後 老公要祝福更年 他又讓我情緒不好了 一天都還在買樹 對 所以當中就是我常常皮膚容易過敏 我記得那時候 怡里還帶我去台安去驗血 真的喔 對 我想說驗血喔 我想說我的皮膚為什麼一直過敏 是我對什麼過敏呢 然後我就去驗 然後你知道我是 列了大概八張嘛 然後醫生說他沒有看過有人是 八張 但是沒有半樣過敏的 所以你其實是對老公過敏 就對了 對 我回憶就是沒有驗老公 因為我對所有東西都不過敏 就是老公的情緒影響到我 是啦 然後好不容易老公已經更年 就不管他了啦 最近又開始 皮膚又開始出現狀況 整個免疫力 甚至有時候我上廁所 我會覺得有地震 就是我會覺得說地震 然後我問我老公老公說沒有啊 孩子也沒有 可是為什麼會一直暈眩呢 然後我去看婦科 婦科就說我建議你去看耳鼻喉科 嗯 後來醫生說我 我命力下降 內耳平衡失調 哦 他說如果說你只要一類 一有壓力 情緒不好 這個會一直犯 然後我在想說為什麼呢 女兒青春期 哎呦 你知道有時候你情緒好一點 女兒回來跟你講個幾句話 你就會 哦 這不明的 對啦 對 所以怎麼辦 所以你看像這樣直接 就是女孩子最怕沒有皮膚 有沒有受影響或幹嘛 真的會直接對皮膚有這樣的傷害 林醫師 你知道我們在門診的時候啊 只要看到以下幾個病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會問說 你最近是不是壓力很大 你最近是不是心情很不好 第一個就是慢性群麻疹 然後群麻疹很多人因為他發疹子的時候都會先想說 他是不是最近有什麼吃了什麼東西 可是絕大部分是找不到吃的東西的原因 因為慢性的通常都跟食物無關 急性的才會跟食物有關 那這是慢性群麻疹 再來我們看到的就是 炮疹不管你是帶狀炮疹 或者是單純炮疹 再來就是眼圖俗稱鬼屁頭 這個也會有關係 那另外呢 比較少見一點點的呢 包括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包括紅斑性狼藏 包括一些 我的肝癬 肝癬的病人也會因為這樣子 在這段時間發的 免疫力下降的情況之下 會發的特別嚴重 所以在這些病呢 其實都會跟你的免疫力 有非常大的關係 沒有錯 好直接就反映出來對不對 對 不過小豪你最近應該壓力很大 因為你寶寶才剛出生啊 對啊 我覺得當媽就是 永遠睡不飽 情緒怎麼會好 而且跟後人一樣 我非常同意 就是當媽情緒不好的主因 全部都是跟老公有關的 因為我的孩子還沒有青春期啦 他們還不會叛逆 可是就是 比如說媽媽就是每天 一直很想抓緊時間睡覺嘛 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我就 我兒子好不容易睡著了 然後我想說我可以補個棉 終於 好棒喔 結果老公要去上班 他就覺得 哇 老婆孩子都在睡覺 真是好美的畫面 他就去親我兒子一下 或者是老公下班了 我們已經帶了他一天很累 老公下班覺得說 我希望兒子還醒著啊 我怎麼會想要兒子在睡覺呢 所以他的睡覺就把他吵醒 你把他吵醒 我們是不是就又累了半死 對 所以說那個 我很久以前嘴巴開 有長過泡針 後來很久沒有復發過了 然後我生了孩子 都復發了 是不是都是老公害的 而且你又不能把兒子怎麼樣 就只好拿老公吐氣 你的媽呢 我是之前我剛生完小孩 新手媽媽的時候很恐慌 然後也有一點產後憂鬱 然後因為我沒有朋友可以詢問 就是因為我朋友全部都單身 所以沒有人生小孩 就在這方面我都沒有人可以諮詢 隨著帶小孩的憂鬱症犯上來 然後又看到老公平常在沙發可以看電視 我連喝個茶都沒有 然後睡覺就睡得著 那我又是沒有辦法睡的那一種 所以我又看了就越看越火大 然後那一陣子我就覺得 我的情緒都很低落 然後我老公有時候常常會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氣色不好 我都說 我是臉臭 你氣色不好 然後你就很對 我就覺得我就是很臭臉 結果後來就這樣隨著時間 那一陣子我突然覺得 我的免疫力真的 心情不好免疫力也差很多 因為我常常有一點小毛病 後來我感冒 也怕吃藥 因為母奶不看醫生 然後我就得了肺炎 去照那個肺多很多白點 哇 沒錯 對啊 覺得是上氣不接下氣 就是我也覺得一點點小病毒 怎麼會把我搞成這樣 就是呼吸都會痛 咳嗽都會痛很嚴重的 對 然後 我就後來我就覺得發現說 一些食補啊 就是讓我自己吃 後面保持我的心情愉快 多丟一點小孩的事情 給老公做 對 然後常帶笑容 我的抵抗力會比藥有效 就是慢慢慢慢的身體 就比較沒有 沒有這麼多少毛病這樣 但如果這些情緒 它真的出現了 它真的會造成我們皮膚 跟免疫力的失調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會抱怨老公是件好事 是不是 老公的當下 你會不會覺得會比較快樂一點 情緒比較有出口 老公謝謝媽媽好神 對 所以事實上呢 因為在醫院看到很多 像你看產後憂鬱的 比較容易情緒低落 比較難過的 還有就是剛提到的新手媽媽 這種其實都是造成你體內的壓力 荷爾蒙增加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你這時候你會發現 不只是影響到你的情緒 還有影響到是你整個 就是你這個暗淡無光 你就會影響到你皮膚 然後影響到你整個 甚至影響到你整個家庭的一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屬於這種 真的是比較是沮喪類的這一種 確實跟皮膚比較有關 其實媽媽都有經驗啦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整個感染的就是感冒的機會啊 或是氣色 有的時候看著鏡子就想 欸 這是我媽這樣子 對 當然都可以了解啦 因為整個壓力 還有作息的失調 真的這樣抵抗力會變得很差 像媽媽真的很忙 尤其我現在就是還是上班媽媽 所以就要做很多事情 只要有其中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你這個情緒真的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那天上班臨時被要求說 要留下來加班開會 然後我就早早跟我老公說 今天要麻煩他去接小孩 然後學校的那個最晚接送時間 是六點半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好之後對不對 然後就開心去開會 想說好好的做事 就六點二十五分 一直在會議中的時候 我那個手機開無聲 就一直... 震動 然後我就這樣一看 學校打來的電話 學校打來的電話 都好緊張喔 媽媽只要看到 學校打來的電話 很緊張 你就會浮現很多負面的想法 想說 小孩是不是生病了 意外 被同學打了 受傷跌倒了 腦充血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 可是又不能接 然後想說 是不是老公還沒有去接 已經六點二十五了 可是你又不能接 也不能回播 那老公還沒去接 會不會是老公路上也出了意外 就一大堆負面的情緒 在腦中一直串動這樣子 然後好不容易 可是你在會議中 你還是要Focus 不然老闆覺得 花錢請你來幹嘛的啊 對 然後就 好不容易 挨挨挨到七點了 打回去回播給老師 結果果然是 孩子最後一個 還留著七點 然後六點二十五 老師想說 打來詢問一下說 誰來接 什麼時候才來接 其實他電話剛掛上 我老公就已經去 就到了 就接走 可是你那個 很負面的情緒 一直在身體面串動 我那天晚上真的超級睡不好的 然後隔天起來 皮膚很粗糙 也就算了 我在這個耳朵這邊 不是有一個什麼淋巴線嗎 長了一個超級大的痘痘 然後那種痘痘是不能擠的 就是你光是一碰到 都覺得好刺痛 有點處於一種 快叮啊叮啊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只能抹上很厚的那個除痘霜 然後祈禱它趕快消失 後來我說不行 媽媽就是家裡 最重要的支柱 我不能倒下 所以那幾天呢 我就是禁用甜食 就是把我最愛的甜點戒掉 然後煮菜的時候 我就拌炒加入很多大蒜 用大量的大蒜拌炒蔬菜 然後紅肉白肉我都不吃了 就換成海鮮 想說這樣比較健康 然後我還製製那個蔬果汁 不是鮮果汁 還加什麼大黃瓜 小黃瓜 芹菜之類 我想說這樣的話 年輕應該會比較好吧 不過他也是容易緊張的媽媽 也不過一個青春到 沒有 小黃瓜 我不能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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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 蔬果汁啊 你的大蒜變了 哇塞 狗腿是厲害的 其實是很高的 不過這些什麼大蒜啦 蔬果汁啦 什麼海鮮這些 是真的可以提升免疫力嗎 我倒是覺得 這三大類的食物倒是可以參考 第一個是優質蛋白質的部分 因為其實剛剛提到 我們抗體的產生 因為身體發炎嘛 抗體的產生最主要其實是蛋白質 所以魚肉 雞肉跟瘦肉可以首選 然後另外在這個情緒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必須要補充B群 但是B群裡面啦 會三種B群會特別在意 就是B2跟B6還有葉酸的部分 然後它其實存在於顴骨類 開心果還有香蕉 然後第三個就是質化素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情緒不好其實會影響到 其實剛剛提到疾病的問題 甚至剛剛提到癌症的問題 那質化素我們建議在情緒上是比較選擇 是比較偏綠色跟紅色的 所以綠色的話其實你首選可以選擇菠菜類的 為什麼呢 因為菠菜其實它裡面的葉酸也足夠 B6也蠻多的 然後另外呢紅色的部分你可以選擇兩個 一個是紅蘿蔔 但是如果紅蘿蔔不敢吃的話 我倒是覺得大番茄還蠻好的 因為大番茄裡面其實維生素也很高 它對細胞的一個保護啊 還有如果你情緒不好容易皮膚不好 其實番茄來講的話它是 很大的一個食材 不過林醫師剛剛講了很多的疾病是 你一看到臉上長這個這個那個 就可能想它免疫力不好 但不要那麼極端的 能不能從皮膚的這個 譬如說粗糙啊或色澤啊 就可以知道它的這個免疫力 可能最近情緒不佳這樣子 其實通常很多人 他一開始在遇到這樣的皮膚問題的時候 不能夠再一下子就知道說 把自己的皮膚問題跟你的作息 或者是情緒連結在一塊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先點出 他可能有一些情緒的問題需要解決 或者是作息的問題壓力的問題 就像剛剛盈老師說 一定要找到一個情緒的出口 那有的人他可能覺得運動的時候 會對自己有一些放鬆的作用 或者是可能在腦內非釋放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愉悅 那這些可能都是可以用來調整作息 對 不過情緒有個出口 自己壓力一大 然後就出口在老公 然後昨天老公就長大狀痛 那也是惡性循環 好 不過壞情緒呢 有一個是男性絕對不會發生的 什麼 副作用 就是會傷害婦科 所以我們就真的沒有辦法 你們也有攝護線啊 拜託 沒有那麼快的問題 為什麼壞情緒會傷害到婦科啊 真的很直接的影響 其實情緒跟婦科的影響 我舉兩個大家一定會有感覺的 一個就是我們在講的經驗症候群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說 我們因為很多是來求 求那種所謂的要懷孕的 就是生不出小孩的 那你會發現啊 第一個剛其實剛我們林醫師提到的 壓力其實會引起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去度個假是不是也伴隨著 讓你的情緒也比較好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有一些就是抱怨 然後兩個夫妻講話也不會說 講了兩句就互相吵架 所以其實你的情緒就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你就比較容易懷孕嘛 所以其實情緒不好會影響到生育功能 也會讓你的卵巢功能比較容易提早的衰退 然後有讓你服役症的一個機率提高 所以復刻的疾病其實會受到情緒 而且很明顯 每個月其實你都會有感覺 關於復刻我有很深的體悟 因為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我是主設計師 就是需要管理設計團隊 然後跟廠商溝通 那因為我雖然是個性比較急 然後也沒什麼耐心 然後處女多又特別的規模 好完美 所以就常常會覺得很緊繃的狀態這樣 然後讓我開始有警覺 是因為我的經期開始不準了 就是開始會一兩個月才來一次 而且每次來都超級痛 然後有一次呢 那個廠商真的超級車的 他的交期一直拖一直拖 然後我就前一晚我都想好了 我打電話去 我跟他講說你這張拖 我就不要跟你合作 然後這個氣勢就一直延續到隔天早上 早上我電話一拿起來 我告訴你 然後這時候下體突然一陣暖流 我肚子一揪 開始 突然衝很大 然後我就說 一個教室 要跟你們常幫忙 就整個氣勢超過 破掉了 對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 就是要好好的看醫生 就有去看婦產科調身體 然後有跟朋友聊聊啊 就是排解一些壓力的出口 先吵一些壞情緒 後來就比較好 而且同一年我又壞孕了 哎呀 所以整個都放鬆之後 都要紓解之後 對 所以我很有 很有這個感觸 不過其實很奇怪 就是婦科的東西很直覺 譬如說像我們MC來之前跟之後 那個皮膚會差很多 所以其實換情緒影響到婦科 婦科直接反映到皮膚上 超明顯 我那個MC在之前就 哇 粗了跟什麼 哇 可以去磨東西 之後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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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差很多 怎麼會那麼直覺影響到 其實有一部分女生 因為她本來就是 會有荷爾蒙的變動 那很多荷爾蒙 會間接地影響到皮膚 舉例來說 肝斑 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說 到了更年期之後 肝斑通常都會好掉 真的喔 對 所以它就很顯然 是跟你的荷爾蒙會有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 會跟荷爾蒙很有關係的 是老化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你的荷爾蒙 開始停止之後 呃 通常在金錢 或者是在你的這個 這個停經的 這個更年期要來的前期 你的荷爾蒙就會開始不穩定 開始不穩定 它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流失會開始加劇 那我們有一個數字是說 每一個人每一年 在過了35歲之後 你的全臉會流失掉5CC的體積 每一年 對 每一年5CC 那5CC呢 就包括你的皮下脂肪 包括你的骨質 包括你的膠原蛋白 這個是一個年輕人的眼眶 你會看到它方方正正的 然後有靈有角的 那到了你的65歲之後呢 眼眶骨呢 你的外側上方 它會開始變成圓的 這就是我們的眼尾會開始下垂 因為它就已經撐不住了 然後呢 到了這個眼睛下面 這個弧度也變大了 這個就是開始代表你的 顴骨這個地方眼袋會開始跑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再來呢就是顴骨 所有的人很多年輕女生都想說 我年輕的時候顴骨太高 我要去削顴骨 對 但是千萬不要 因為呢 我們看過太多的例子就是 你去削了顴骨之後 通常都比同年齡的人 垂得更快 對 就是那個皮膚會顯得特別容易垮 因為顴骨是負責在支撐 我們雙頰的這個皮下組織 所以呢 當你顴骨變小的時候 你的雙頰會開始往下掉 所以這個顴骨在你年紀大的時候 面積也會少掉一半 然後連這個鼻子周圍 這個我們叫上顎骨的地方 在你年紀大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像被掏空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你的法令紋會跑出來 因為它凹進去了 那除了骨架之外 還有皮下脂肪 以這個35歲來說 你的皮下脂肪呢 看起來每一個黃色的區域 看起來都非常的飽滿 這個就代表它是年輕的皮膚 當然到了45歲的時候 它開始變小 到了55歲的時候 不只變小還會垂下來 所以就是你的骨架跟你的皮下脂肪 會直接跟著你的年齡相關 而且是到了你的荷爾蒙 停止波動的時候 它會流失的更快 其實我覺得真的會影響 因為你知道過了40歲之後 我們最怕就是更年期提早到 因為更年期一到了你就老了 以往的更年期好像都差不多45歲到50歲 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他才41歲 然後要賣入42 他就是因為失婚 老公外遇 一年之後NC也沒來 然後他就去看婦科 婦科醫生就幫他抽血 測他的那個黃體素什麼 後來他提早更年 41歲而已 41歲就提早更年 NC就不來了 你知道很可怕 你還這麼年輕 然後你只要NC不來 你看到他的臉就是更苦 所以你知道 我現在只要情緒不好 我想到會更年 我就會 放大年期的 一定要讓自己開心 不過其實更年期真的是 40幾歲的女生 就真的害怕的事情就對了 那提早更年期這些東西 我們要怎麼預防它 好像真的會讓我們很多東西流失的更快 情緒也會受影響對不對 其實流失的部分 比如說以這個人來說 我們可能會看他造成這個臉型呢 有U字型的呢 是來自於哪個流失 可能是剛剛說的這個顴骨的附近有一些流失 然後下顎骨的部分有一些流失 造成這個雙下巴就開始跑出來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上顎骨有一些流失 就會造成你的法力紅跑出來 那眼眶骨呢 有一些流失 它就會造成眼尾下垂 那這些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注射的方式 不管你是打玻尿酸 或者是膠原蛋白增生劑都可以 重點就是要把這個體積給加回去 只要加在你這個對的位置 它就會把你原來流失的地方給撐起來 它的視覺效果會差很多 差很多 它會整個臉呢 就會開始變成V字型的 然後會變得很貴性 雖然看得出來前後畫中有差 可是這差太多了 對 怎麼肌肉那個痕跡完全不見了 連眼睛下面它的這個 淚溝跟眼帶它會不見 因為我們把眼睛周圍的支撐增加之後 它的眼帶就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雙腳的部分呢 也就不會往下掉 所以在每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它 你看不太出來它做什麼 但是你會覺得它整體看起來年輕很多 對 其實女生還是要自己疼自己 對 因為譬如說自己已經情緒很不好的話 又影響到很多身體 身心靈就會很慘這樣子 回媽 有沒有什麼例子 就是影響到婦科的 像我的個性就真的是比較急 然後就有時候老公閒著沒事的時候 他其實就可以去幫忙先洗個彎 或者是幫一個小孩先洗澡 可是男生真的很奇怪 真的就只要碰到沙發就當臥佛 然後滑手機 那媽媽看到就整個心情很不爽 就媽媽一個人在瞎嘛 然後老公閒在那邊沒事做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會怒火 然後晚上就會睡得不好 品質睡眠不好 你隔天起來 真的皮膚狀況就會很差 譬如說暗沉啊 或是長痘痘 而且我之前就是公司 不是會有那種員工見檢 然後檢測那個骨質密度 我驗出來是負二耶 然後那時候醫護人員就跟我講說 他就半開晚上有跟我講說 你年紀輕輕的 什麼你的骨頭像五六十歲的老太婆一樣 對 然後他就說 而且你以後生完小孩 你的那個骨質疏鬆的狀況 一定會更嚴重不會變好 結果後來我就跟我老公 我就跟他溝通講說 以後你晚就是你洗 然後垃圾你到 我覺得家事真的是要分工 不然真的是會把媽媽落後 不要把媽媽當瑪莉亞好嗎 對啊 而且我覺得你那個只有 負二的骨鬆至少 骨鬆老實說你日後好好的保養 現在的新的治療方式 有部分的骨蜜事物可以回田一點點 雖然沒有辦法到你最好的時期 但是可以回田 可是比較恐怖的是 有時候有些東西就比較難挽回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是怎樣你知道嗎 她就是歷經剛好 你剛才說上夫上子她不是 她就是老公外遇 然後她那段時間一開始老公外遇 然後老公外遇之後呢 就發現老公不但外遇 而且把家裡的一些積蓄 慢慢都移轉出去 然後她就覺得自己很生氣 因為她遭康之妻 一路陪她老公走來 然後現在等於人才良師 後半年之後 她本來其實例行 大概每隔兩年 她都會做一次健康檢查 然後她有一個 本來的地方是那種類似乳房的 纖維囊腫 所以她都一直沒有在意她 因為她想說是纖維囊腫 可是她那段時間後來就覺得說 那個囊腫感覺好像有一點點變大 還是怎麼樣 結果後來就去想說 那不然去健檢好了 結果去健檢的時候 醫生說 她那個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比較不好的變化 結果後來檢查發現 她那個居然變成乳癌 因為老實說良性的纖維囊腫 通常就只要持續追蹤她就好 沒有想到她居然變成一個 比較不好的東西 後來醫生就講說 他們尤其中醫師 他們觀察 很多那種女性的 尤其是乳癌 很奇怪 她常常發生的時間點 半年到一年前 她覺得說 她們都有很大的那種情緒壓力 或那種很巨大的悲傷的事件 所以她們說怒傷肝 她說可能相關的這些經絡的失調 造成說最後變成癌症這樣 剛才講那個臉 骨頭往下萎縮 或者是皮下滋萎 是只有女性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造成 還是連男性也會 其實不分男生跟女生都一定會 就是說這個在統計上面 是你的骨架本身 會隨著你的年齡開始改變 那但是特別明顯的是在女性 所以女性是特別的明顯 男性就還要 哎呦 身為男生真好 還都媽 我就是這樣子 都是不讓我老公做的事情 我嫌她做不乾淨 然後我就覺得當媽媽 什麼都要自己來 然後我又是那種虛不受補的那一種心 因為我 第一個我有地中海平線 然後我又有激流 那這個東西在結婚之前 都還滿開心的情緒 很開心的 因為醫生都說 你只要可以懷孕 就都不用處理 對 然後當然我也可以懷孕生小孩 對 可是小孩現在也兩歲三歲 常常就是要訓練我的忍耐力 我就是每天都要忍耐忍耐忍無上限這樣 對他所做的事情 因為小孩現在實在太皮了 我每次都 他做一件很 他只要搞壞一件事情 我都會在心裡對自己說 啊 放下他 忽略他 忘記他 沒看到 我都覺得不像這個樣子 就是不要生小孩氣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生完小孩之後 那我地中海平線又不能補貼 我聽說不能補貼 那我又有肌瘤 但是我肌瘤又瘋狂拼命的 在經期瘋狂拼命的大量的流血 對 所以我就覺得又不能補 然後我又這樣子 所以它影響我很大的 就是我的情緒如果再不好 影響我很大的皮膚狀況 我的臉色會蠟黃 會兩度以上 我會出油 我會毛細孔粗大 然後在經期 經前的症候群是最嚴重 我每次在排卵期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情緒暴躁 頭暈 想吐 就是整個暈眩 就是整個很不舒服這樣 但又不能補 所以我都是直接現在放給它爛 就是算了 我的身體就放給它爛 你講到地中海平學啊 其實就可以吃地中海飲食 對 吃什麼 這真的 這不是笑話嗎 真的不是笑話嗎 這不是笑話嗎 笑話 因為要吃一些什麼 我最近常講一下冷笑話 這是真的 地中海飲食就是大量的蔬果 然後吃乾燥 我要吃乾燥 是真的喔 我也喜歡這樣要提到 我故意的 故意要到你們有為在講笑 這是真的 所以是真的 可以抗氧化這樣 我沒有吃大量的蔬果 到底我們要怎麼調啊 哪些營養跟食物 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看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復刻損損損損 如果是針對一些情緒 會影響到復刻啊 其實我們有幾個飲食原則 第一個就是 如果剛剛提到 如果你有金錢症候群 比較容易不舒服的 那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就是膳食纖維提高 然後它的糖分沒這麼高的 另外呢 剛剛提到所謂的壓力的來源 我們不然講到壓力的話 其實我們建議就是 你要讓它放輕鬆啊 情緒好一點 是不是 早期會建議補充一點鈣質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 所以其實高美的食材 包括 比如說你可以加一點菠菜啦 昆布啊 或甚至於 在堅果裡面的腰果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另外剛其實醫師 有提到所謂的臉部的流失 包括鈣質的流失骨頭嘛 然後包括脂肪也比較容易流失 但是你女生需要一點油脂 其實才會可以支撐起來 所以你的好的油很重要 那我們建議是 亞麻籽油跟橄欖油的部分 然後另外最重要 其實有一些植物性的荷爾蒙的來源 其實是必須要補充的 尤其是快要更年期 或甚至於你比較容易 情緒不好的人 那我們建議喝一點豆漿 跟吃點毛豆 但最重要其實 你會發現跟婦科有關的 其實我們建議啊 還是要維持理想體重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理想體重裡面 你可能要控制你的體脂肪 那建議其實可以用一點運動 有氧運動把體脂肪降下來 所以有運動的媽媽 其實你會發現 她的婦科疾病 其實是比較容易有改善的 這倒是 說到這個壓力啊 我們常常有時候 女生就會伴隨著骨質 還有膠原蛋白 如果真的流失的話 我們要怎麼補充啊 好 其實呢 有幾個部分 當然說飲食的部分 其實是很重要的 關鍵剛剛營養師有說過 那另外一個其實呢 一定要有一個規則的運動 因為其實很多 包括我們在門診當中也經常發現 那些有規則運動的人呢 他其實臉 不管你是臉或是身體的肌肉張力會比較好 當你的肌肉張力比較好 肌肉量比較足夠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你的臉才撐得起來 他才不會時不時動不動 莫名其妙就往下垮 那另外呢 當然有些人他可能會吃一些營養食品啊 這些通常我都會告訴病人說 這些東西其實當然你可以補充 但是它是原料的來源 它沒有辦法有給你治療的效果 如果說真的我們要很實際 就實際面說 把你的臉的一些流失的 剛剛說的這些骨架的流失 皮下脂肪的流失 透過一些治療的方式 把它給重新建立起來的話 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名詞 叫做液態拉皮 那所謂液態拉皮是說 我們透過液態材質的注射 然後讓這個你流失的地方 能夠重新支撐 然後長出膠原蛋白 舉例來說比較長 這邊有幾個成分呢 是比較常被用來做這樣的治療的 第一個呢 包括叫做3D聚佐旋乳酸 它其實就俗稱了什麼 童顏針 它是注射進去之後 然後你的皮膚會開始長膠原蛋白 那但是呢 長膠原蛋白呢 會需要4個月到6個月的時間 所以前面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那些等待的時間呢 有點麻煩 於是就有一個比較新的產品跑出來 叫做聚脊內脂 那就有人給它另外一個別名 叫做少女針 唉唷 好美人喔 這兩個名字都那麼長了 所以一定要取綽號 大家覺得比較好記這樣子 那它之所以會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裡面多了一個凝膠的成分 所以在你注射進去皮膚裡面的時候呢 你不用等4到6個月 然後你可以在注射進去之後 那個凝膠會先幫你把你要 你流失的地方給支撐起來 然後它就慢慢的長出膠原蛋白 那之前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精量磁 它其實呢 跟也是有這樣子的雙重成分在裡面 但是因為它長膠原蛋白的能力 比較沒有那麼強 那玻尿酸的話它是對表出來的 它可能就沒有直接讓你長膠原蛋白的功用 所以但是它有立即的填充的作用 跟支撐的作用 喔 所以這是比較新的就對了 對 之前有聽過人家說埋線 埋線有效嗎 好 其實呢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聽到線就覺得說 欸 線好像放在臉上它就會緊了嘛 嗯 但是有幾個狀況是不適合用這樣的方式 第一個你臉上凹線 凹線的位置呢 包括像比如說好你的 像這個人他可能是太陽穴是偏凹的 嗯 臉頰也是偏凹的 那它就會看起來是比較消瘦的 那像這種消瘦的 你用埋線的方式 你就不可能讓你變得比較飽滿跟圓潤 那當如果你是因為比較消瘦的臉型 而造成這種 我們如果仔細看這邊 會看到下額線比較模糊的 像這種通常做線的效果就不會太好 因為它反映了你有比較嚴重的骨架的流失 跟皮下脂肪的流失 那像這種的Case呢我們就會希望它就不要不選擇埋線的部分 而是選擇增加你改善你流失這樣的治療 那改善的流失呢就要包括第一個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太陽穴的地方 改善眼尾的垂或者是臉頰的這個凹線的區域 那這些區域呢在我們把它補充完之後呢 其實臉就會看起來氣色很好 就會看起來氣色很好 它只是同一個人嗎 同一個人 而且自己長的膠原蛋白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就消失 因為它是你長的 所以它不會半年一年就不見了 比如說我們在它一年多之後 再去幫它拍照來做比對 其實它一年多之後都還是跟剛打完之後的一個禮拜比起來 其實都還維持得蠻穩定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說現在的 現在的材質會越來越受歡迎 是因為你不用在短時間之內反復的來見我 雖然我也希望你很快來見我 但是可能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不過你剛剛講說是讓它自己生的膠原蛋白 我覺得這還蠻迷藥 可是有一種就是我們更費工 我們直接手術 然後把它那個皮拉起來 每天就像綁馬尾一樣 是不是我就可以一勞有力 很多人會有這個迷思 對啊 因為我都動刀了 對 但是呢 事實面就是說 當然你動刀呢 其實會拉得還不錯 因為動刀要固定嘛 動刀的特色就是呢 第一它要固定 第二你要把你多的皮剪掉 然後剪掉就是要從旁邊剪掉 而且說在頭皮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固定這樣 對 那你剪掉呢 當然你該拉的拉了 該剪的剪了 該固定的固定了 你會以為已經萬無一失了 但其實不是 因為你就想像你的臉的皮膚 像一張一頂塌掉的帳篷 如果你要把帳篷給蓋起來 你一定不可能靠旁邊的四條線 拉得很緊 你的帳篷就會撐起來了 一定還需要中間的骨架 那往往流失最多的 就是中間的骨架 所以如果說很多人 他去做過手術拉皮 他會發現說 他所有的中央的問題 都沒有得到他滿意的解決 因為他那個地方是很直接的 需要體積的 你要解決這邊的問題 沒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要把體積給加回去 所以像法令紋 類溝 木耳紋這些地方 都一定要透過支撐的方式 你才能夠得到有效的改善 那旁邊的話當然可以 手術的部分也許改善的還不錯 但中間的部分他就會需要體積 所以你看讓自己生成膠原蛋白有多重要 童言針 少女針 來看看壞情緒還會讓我們怎麼樣 第三個壞情緒會影響的是 喊 提早老化 為什麼會喊我們提早老化的意思 其實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你知道當我們有時候情緒失控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想要問候 比如說老師或是對方媽媽之類的 當然了 問候老師 問候媽媽 問候別人的媽媽 對 但是我發現 小朋友會學 你在他面前問候過別人的媽媽 對 不錯 或是在跟朋友聊天 就啊 這是什麼什麼 就欸 小朋友就說你說什麼 喔 而且配上那個情緒 他記得特別清楚 對 而且我發現小朋友啊 開始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很建議之後 他更愛講 對 怎麼辦 他沒有講粗話的話 所以第一件事情真的是 不要露出馬腳 很難 對 因為你只要有這個方法 來發洩情緒 小孩就會學 那很多媽媽做得很好 爸媽媽就是在家不講 那可是他小孩去外面學到了嘛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那大家從外面學進來了 那我們發現 哎呦 糟糕了 這個事情不能 怎麼辦 對 那這個時候你要看小孩的表情 因為小孩如果有時候講這些企劃的時候 他要看你 那就表示說他知道講這個你會 對 很介意 你會有反應 然後他就嘿嘿 他就再故意講 對 所以第二招就是如果今天孩子已經有這種故意要引起你注意的這種表情 就要忽略他 第三個就是說我們還是會注意 就是我們會在之後 譬如說事過境遷之後 有一天說我那天聽到你用一個不好聽的話 你從哪裡學的啊 也許他講不出來啊 這個就你啊 或者是說哪裡哪裡 他說我提醒你這真的不太好聽 別人會有些人真的脾氣不好的時候 你這樣講他會真的很生氣 對 所以以後我們盡量不要講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生氣的時候啊 你可以換別的方式 第四步就是如果他下次真的有忍住 然後用別的方式 幽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憤怒的時候 你可以給他稱讚跟獎賞 那這個才真正能夠致根 把他講髒話的習慣根除掉 好厲害 生教很重要 不要亂問後說 簡單來說他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其實我們在門診裡面經常遇到一些人 他不單單只是情緒的問題 也許他情緒不好呢 是來自於他最近生了重病 很常見的 比如說他前一陣子 剛做過癌症的一些治療 所以他除了營養變得比較差之外 他心情也變得不好 或者是很多人他真的最近 剛經歷一些情感的問題 間接造成情緒的不好 那很多人他 這個其實是全部都牽涉在一塊的 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營養攝取不好 那相對情緒就會更差 然後或是皮膚的狀況更差 當皮膚的狀況更差的時候 你又更不爽 所以他就會全部都串在一起 當你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真的就會讓你提早老化 所以你一定得在中間的某一個環節 事先把他給阻斷掉 你才有辦法讓他慢慢的回去 真的 這有一個女生她就是這樣 她其實也蠻倒楣的 她就是獨立撫養她的小孩 然後就是送小孩出國留學 那沒想到呢 小孩出國留學可能 就是跟著同學去玩 結果突然就有人跟她說 不知道為什麼去玩 然後學校就找不到她 宿舍找不到她人 然後她就非常緊張 然後飛到那邊去 怎麼樣都找不到小孩 她的小孩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然後後來她就是非常憂心 然後反正怎麼找找不到 她一直很擔心那個小孩出事 後來真的是出事了 她就是自己出去玩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受傷或幹嘛 結果她說她短短的 大概不到半年的時間 因為這樣她就去 後來去找像林醫師他們這樣的 皮膚科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看得真的嚇一跳 因為她本來是跟貴婦定期在保養的 醫生說她那個半年期間 她整個人感覺這個人 就是因為內外交叉 她又去國外處理她兒子的事情 又找不到她兒子 然後一直不知道是死是活 一直到後來找到她 她說你怎麼變這樣來 她說是本來更慘 是找到之後她有那種 釋然才好一點點 不過這個小孩子突然不見 真的嚇死了對不對 那倩倩有沒有這種狀況 我們這一集都戳到的點 因為我比較急嘛 然後又要求完美 所以常常就會給自己莫名的壓力 然後只要一緊張就會胃痛 然後就比較忙的時候 吃一點點東西都會覺得消化不良啊 不舒服 然後我老公也會發現我有很多白頭髮 因為自己看不到嘛 他從後面都看得到 然後而且我洗澡頭髮的時候 頭髮都會一把一把的掉 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困擾 對 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有一次頭髮忘記親 老公一起來說 你在演鬼水怪壇 就很恐怖 又會塞住那個排水口 對 就很像一抬頭髮 一頭髮又長就很可怕 對 然後 不過還好是因為我老公他是 神隊友 所以他就會幫忙忙的時候照顧小孩 然後他會下廚 不然其實我之前真的很怕自己會吐頭 對 有沒有什麼樣的好的食物 可以讓我們減緩養這個老晃 但是一般基本上 那我們從三餐來做一個調配 早餐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建議要有所謂的澱粉 還有當如果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要1打2打3的這一種的 那個維生素C的流失也比較高 所以其實基本上補充 就是維生素C高的水果 然後另外在午餐的部分 剛剛提到 提到澱粉跟蛋白質重複了 但蔬菜的部分 我們建議吃一點菇類 所以金針菇啦 還有所謂的那種黑香菇 炒菇其實是媽媽 容易便秘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三個非常好的朋友 鮮味非常的高 然後再加多加一點水 然後其實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因為晚餐的部分 其實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你老公是個好隊友 是因為像魚類海鮮 其實它會讓你的負擔也比較少 而且發現 當你情緒不好壓力大的時候 體內的心的含量也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從裡面來補充的話 你心情會比較愉快一點 好多功夫 不過舅舅我們怎麼樣啊 讓我們這些老花的問題 不要太嚴重啊 像我們剛剛提到好幾個方式 都是補充流失的方法 然後我們剛剛有說 我長了膠原蛋白 那其實呢 長膠原蛋白這件事情呢 在這幾年來 其實還蠻受歡迎的 是因為很多女生覺得說 這樣的方式呢 你不用重複回來看零食 然後呢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的效果都還蠻穩定的 那舉例來說 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出賣我阿姨了 就是像他201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他都還沒有做什麼治療的時候 但是呢可以看得出他那個時候 他今年已經快60歲了 但是他紋路很深 臉頰很凹 然後呢 一樣情緒非常的不好 那但是呢 當然我們就說 剛剛說的一連串惡性循環裡面要先阻斷一個 所以我們就讓他長了一些膠原蛋白 在這個兩個月之後 那個時候呢 是用這個去左旋乳酸 讓他慢慢的長膠原蛋白 在兩個月之後呢 其實會覺得 他比原先好一些些 是 在四個月之後發現 他又比原先又好一些些 然後等到呢 我們他已經到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之後呢 我們就放著讓他不管 過了兩年之後呢 去看他的狀態 其實呢 自己長的膠原蛋白真的維持得還蠻久的 就是這段時間 他都可以讓自己的狀態維持得很好 然後中間就丟著不管就可以 你只要負責開心就好了 你只要差十幾歲以上 逆領啊 然後一直到去年幫他拍照的時候 其實他的狀態其實膚況都還很好 然後有一天我就把他的現在的照片呢 拿來跟他以前年輕的時候做比較 其實呢 他現在搞不好都還比當初年輕的時候 那個臉型啊氣色啊 看起來都還來得好很多 所以呢 他這個時候也才是他二十幾三十的時候 所以現在大概都已經快六十了 就能夠讓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讓自己的狀態都維持得蠻穩定的 對呀 等我的變化吧 好 好 不過其實我說真的啊 真的媽媽有很多事情要煩躁對不對 老公小孩然後還有自己 怎麼樣讓自己呢 可以又有童年又有少女的心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總之希望所有的媽媽都佩佩亮亮的喔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快去等下我們媽媽好 再等下跟我們做互動 再見拜拜 媽媽其實有時候真的不是自己想要老的 因為我們真的沒辦法 我們整天都已經脾氣很差了 然後又要顧小孩 重點是有時候小孩不乖 我們要扮黑臉 然後扮黑臉之後小孩又不停 怎麼辦 所以你們家是你扮黑臉 其實通常是我扮黑臉 但是其實不大有效 然後都只有老公 對 然後老公通常是白臉 但是如果真的我扮黑臉沒有的話 老公會吼一下 吼一下小朋友就乖乖 所以我覺得家裡 真的不要說誰固定說 就是你黑臉或你白臉 譬如說就有人說 那個媽媽應該要扮黑臉 因為媽媽跟孩子的關係比較緊密 偶爾扮扮黑臉 不會傷害她的感情 有人說不不不 媽媽要當白臉 因為媽媽是主要照顧著 如果她黑掉 小孩就無所適從 沒有衣服的 所以應該媽媽要當白臉 那到底怎麼樣 所以根本這個問題 根本不應該來討論 誰扮黑臉白臉 其實我覺得不是重點 我們在教養上面 夫妻第一個當然 我們希望大家同步 第二個也不要刻意去分屎 黑臉白臉 我想重點就是 順著你的個性 然後順著你講話的語氣 然後重點是說到要做到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發脾氣了 你講話比較嚴格 那你還是得說到做到 那你的個性本來就很溫和 但你講出來 還是要溫柔而堅定 還是要說到做到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 半黑臉白臉更重要的議題 好吧 那好像是真的 好